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主动均衡版 它是4串到24串的 它一共有两个输出的功率变压器 这个是启动按钮 这个是总开关 是接在地上的 也就是接在电池的负极的 上面这个散热片呢 它没有螺丝 它是粘在上边的 用热风枪加热以后 就可以把它撬开 撬开以后 它下边呢是用胶粘的 每个变压器周围呢 是24个功率管 一共是42个 也就是说每个电池 对应着两个功率管 并且每几电池 对应着一个蓄流二级管 和一个电容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DW01 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它主要是检测 最后一截电池的电池电压 如果是出现嵌压的情况 它就不能够均衡了 当正常的时候 这个放电引脚 输出高电位 驱动这个场管导通 这个场管同样是 它的原极是接地的 漏极是接在我们 这个电路的地上 这样当它导通的时候 这个电路就供电 供电以后呢 就能够工作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压 是来自于第四串 电池上 然后通过导线 加到这个二级管 这个二级管 是一个隔离的 然后通过这 再通过这个二级管 给这个 一个稳压块 供电 这个稳压块输出电压 来驱动这个芯片 输出一对互补的信号 它是通过 五角六角输出的 其实下边有很多原件 是驱动原件 但是这个板是后改了 所以呢 它把底下的原件甩了 直接呢 加到了我们这个 EG 3001上 加到它的二角 进行驱动 然后通过它的 六七角输出 来驱动我们后边 这个推动密压器 通过推动密压器 输出的信号 再通过电容偶合 我们看每个功率管上 都有一个电容 每个功率管的 原级和山级之间呢 有一个电阻 通过对管来驱动 变压器 在变压器的线圈上 产生电流 从而在变压器上 产生磁场 由于这个变压器 它是一个环形变压器 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它会在 每个线圈上感应出 相应的电流和电压 这样再给 每几电池进行充电 由于圈数是一样的 并且是环形磁铁 所以它的电压是均衡的 就能够给 每几电池充相同的电 这样就能够使电池 得到均衡 这个电路出现故障的时候 首先我们测量 每几电池 是否有短路 也就是不接电池的情况下 用二级管档来测量 它的每几电池 是否有短路 我们看 它是正常的 没有声音 但是我们看这个位置 有一个电容鼓包了 我们看这个位置 应该就是短路了 我们量一下 我们看 这短路了 很显然 它短路了以后 就会使我们的输出功率变大 产生过流 容易损坏其他原件 它短路的主要原因呢 是相应的长管短路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管 换掉以后呢 再看一下驱动电路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如果驱动电路 能够正常工作呢 我们只需要把相应的长管 换掉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它输出端的功率部分 这两个变压器 就是它的环形变压器 这四个功率管 就相当于它这个24个功率管 前面的电容电阻 就是这个电容和电阻 后边的电池 还有这个二极管和电容 就是这个二极管和这个电容 它就是这样连接的 前边推动变压器 输出的推动信号 经变压器偶合以后 加到电容上 来驱动长管的导通和截止 从而使变压器上产生 交变的电流 从而把这个电流再转换成磁场 通过磁场再在变压器上 感应出电压 给相应的电池充电 由于变压器都是环形变压器 所有的线圈杂数是相同的 所以它产生的电压是相同的 再给电池充电达到了均衡的目的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